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霆 刘律师 我们在法院里面 最常遇到就是两种案件 一个是为了感情来的 一个是为了钱来的 产生这样纠纷 那我们常常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 可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不管是我们律师这个行业 又或者是大家在各行各业 其实很多人大部分 还是为钱在努力 在为钱在忙碌 那我们今天就想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些 跟钱有关的纠纷 欢迎大家来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旅游镜 好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邀请我们两位大律师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跟钱有关的纠纷 首先第一个 我们邀请我们的黄丽 黄大律师 大家好 我是黄律师 还有我们苏以全 苏大律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苏以全律师 两位大律师啊 虽然说我们常常在帮很多当事人 处理钱的纠纷 我们大家有没有自己也遇到 这些钱的纠纷 或自己一些钱的烦恼 一定会有啊 比如说我们女生就会喜欢买网拍嘛 买网拍 买网拍可能就会有食品啊 或者是蛋糕类之类的 那如果说蛋糕送来的途中有碰撞 一打开发现哇 蛋糕已经撞了支离破碎了 对啊 如果说你向卖家反映 那卖家也会说 可能是这个物流的问题啊 那也不愿意全退给你 对那就变成双方就会有所增值 那就会有时候会不愉快不开心 这个都是很常遇到的事情 那苏律师呢 我们是觉得 身为一个成熟男生 有家世小孩之后 钱这种东西 他就是跟你 你的下半辈子只要为钱操劳就好了 男生到最后都是要变成提款机的 对 父亲节就是把该有的东西人 父亲就好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以后你在家里面 你的地位就会从人变成物 法律上的物 你就会 你大概看到你之后 他小孩跟老婆忘记你长的样子 他只会记得你的存款余额 你只要确保你这个机器的功能 存款余额是能提领的就好 至少还有存款余额的功能 等到哪一天你存款余额是领的时候 然后你刚好你的生命落实到终点 那你就是圆满的人生 自在喜乐 那如果最惨的情况是什么 你生命还没有到终点 余额提早变成零 你就会受尽人事的凄理 你看其实每一个不管是人或律师 都有都还是一样 大家都是为钱烦恼 所以今天在节目上面 我们就好好来跟大家介绍 这些跟钱有关的烦恼 或是法律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就如同刚才节目一开场 跟大家分享的 造法院里面大概就为了两件事 一个是为了感情的事情 当然这个感情可能是亲情 可能是爱情 可能是友情 一个就是为了钱财 而同时间因为这两件事 而产生纠纷的更多 例如说因为爱情 但是又有金钱的纠纷 那就产生了更复杂的纠葛 那就会让我们在法院里面 处理起来更麻烦 例如说夫妻之间 他们的财产应该怎么去使用 又或者是情人之间 互相这个财产怎么去使用 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在结婚以后 也不懂怎么去规划自己的财务状况 所以跟另外一半 反而因为钱而让自己的感情没有了 所以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这个法律面处理金钱 处理感情上 其实都是要分外小心的 来 黄律 这边有没有遇到这一类的案例 我们中国的传统习俗 就是在这个结婚前 男生要先下聘 会给一个聘金这样子 那法律上也有规定说 因为婚约而为的赠予 就是这个下聘 如果婚约结束以后 就是如果还没有结婚 对他是可以要求返还的 那当然在我们现在 现在的社会大家越来越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传统了 不一定有聘金 或是大家习俗上 不会这么拘泥于这些礼节 但是还是不排除 有一些家庭他们观念比较传统 觉得需要这个东西 那有一个案例就是 一个男生 他就是告他的这个 没有结... 他告他的老婆 要他把聘金... 未婚夫 未婚妻 对他要把聘金拿回来 那这个案件比较特别 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有住在一起 就是有结婚有住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 还没结婚吧 这个让我慢慢的说 为什么他们看似好像结婚了 但是其实却还要的回来 他们一开始这对夫妻交往 大概半年左右 就半年左右就结婚 就是就... 那也很快 其实对 相处可能就是这个半年内左右 是先有后婚吗 应该是没有 但是就是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差不多了 结果到了这个谈的阶段 慢慢都谈谈的谈好了 突然有一天女方跟男方说 我妈妈希望你给他两个 不限金额的红包 不限金额的红包 来报答养育之恩 那这个不限金额的红包是多少 就造成了男方家人的这个压力 那个男方 男方后来回去跟妈妈讲 然后就跟女生说 我妈说 她觉得你家人太爱钱 所以你未来要有心理准备 对 那但是男方还是各给了他爸妈 一人六千块的红包 他就认为这个不限金额 大概就一人六千啦 包个红包嘛 对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 就种下后面的一个种子 后来隔天呢 就是婚礼的前一天 他们去商谈一些 婚礼的细节的时候 男方的妈妈看到女方 都没有好脸色 都摆臭脸 谈乱细节也爱理不理的 盘子都丢的 女方就觉得很受伤 怎么会这样 对 然后婚礼当天呢 婚礼当天女方的家人也觉得 为什么男方的家人 看到我们都摆臭脸 可能妈妈还记得 那个不限金额的红包 对 婆婆还记得 她就摆臭脸 然后甚至男方的妈妈 不跟女方家人敬酒 女方的家人就觉得 哇这个亲家母怎么 怎么 架子拉这么高 怎么会在婚礼当天摆臭脸 这样 结果后来这对父亲 归宁的时候 就换成这个 这个 岳父岳母在数落这个男生 就说你妈妈脸怎么这样啊 怎么那么臭啊 给我们难堪啊 还绕狠话说 哎呀你们这样不会有好结果啦 嗯 女方在旁边就 叹叹不出声 那男方就生气了 对 男方就回到家里面 去把这一段跟妈妈讲 他妈妈就闹狠话说 好啦 那我离家出走 留给你们 小两口好了吧 哇 就生气了这样子 天哪 娶个太太结果家破人亡 对 然后男生就觉得女方不孝顺 嗯 怎么会怎么会有这样子 然后女方 当然后来还是有传简讯 嗯 跟妈妈道歉说 妈妈 这个家是你的 要不然就是我走啊 但是绝对不会是你走 嗯 好 那用这样的方法 把事情带过去 可是其实双方就会开始 有一些不愉快 嗯 对 那后来呢 女方其实 他们婚礼是半成的 就是刘律师刚才说 其实婚礼是半成的 女方后来隔天也住到男方家 嗯 担任男方家的店铺的店员 嗯 结果住了两个月 女方就突然 就突然又搬走了 嗯 男方就说 啊你怎么离家出走了 对 那你是不是 对 一直怎么会突然离家出走 你是不是当初没有要 结这个婚的意思 结果女方在法庭上 他讲出一件事情 他说两个月内 南方都没有去办登记 结婚登记 他说明明护证事务所就在离我们家四五条巷子外 你为什么不去办 嗯 他甚至还说你是行那个结婚之名 那种招计之时 嗯 对 他认为你不登记 等于是招计 你这两个月是白嫖我了 天啊 女方在 这个武器也太惨了 对对对 他们在法庭上就说 我觉得你就是在招计 嗯 对 那搞成这样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办那个婚礼 婚礼 但是没有去登记 嗯 对 所以是这样 后来女方就也不回南方家了 对 南方就提起官司嘛 嗯 他就说那你 你既然没有结婚的争议 我们又还没有登记 那这样子的话 我要你把拼金还来 精神损害的赔偿也都要给我 嗯 那一省法院是认为说 你们是有结婚的争议啦 因为你们前面有交往过嘛 啊婚礼也都办了 他认为说这个南方请求无理哦 嗯 那二省法院呢 他是认为说 你们你们确实有 有住在一起 但是我们法律还是看这个登记婚嘛 只要你们没有登记 那就只是婚约 嗯 所以还是认定说 那南方就是可以 要求把这个PIN拿回来 嗯 对 那就是那个不限金额的红包 最后怎么解决 嗯嗯 那法院是说 因为这个不限金额的红包 你是送给了他的爸妈 对 不是送给这个老婆 嗯 法律上你是不能够请求回来的 嗯 对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案件其实 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些 反而是因为婆媳的纷争而生的 嗯 那最后衍生出这一段 我们遇到这种案件 通常女方都有一个 她觉得更也很难接 就是男方会跟他要钱回来嘛 就是我给你的PIN 就回来 可是女方就像你刚才讲的 她白嫖我 对 所以虽然是法律上的规定 就是如果婚没结成 那各自给的东西就各自拿回去 那通常当然就是男生给的比较多 所以男生拿的比较多 可是女生就是心理上受到很大的伤害 对 那像你刚才提到就是 以前其实是一个仪式婚 只要有办结婚的样子 就法律上就是婚姻了 对 可是现在法律已经修改 必须要登记婚 如果没有登记 那抱歉 那个婚不是真的存在的 所以即便你请了很多 请人家说婚礼婚纱穿很多次 你只要没有登记 抱歉就没有结婚 所以在法律上 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这些点 来 亦权 刚刚听完这个故事 就让我们想到就是 婚姻这种东西 有些时候它是一种诅咒 诅咒 为什么 我们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如果有结过婚的 再来说官主结过婚的 你们就会发现 婚姻的不管是 你是基督教西方那边也好 中国这边也好 都会讲 对不对 相爱享受一辈子 白头偕老 一起走到生命的终结 对不对 那是感情好的时候 但是美好的东西总是不长久 对 通常来讲 生活会磨掉你这些 很好的美好 然后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 所以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对 然后在这个坟墓的生活 你们要习惯自己成为 行尸走漏的时候 你可以坚持多久 对吧 那我们有时候都看完这种 我在业界有一个外号 我叫婚姻死神 婚姻死神 对 一律就是来找我的委托人 一律劝离不劝何 只会叫他离婚 因为我们会跟他讲 爱情成可贵 自由价更高 一定要追求自己的自由 高过爱情 这才是一个圆满的 那你当时没有先问你 你自己有没有先从坟墓走出来 没有 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在 因为我们还在适应这个行尸走漏的阶段 我还没有办法跳过那个 比较高的位阶 OK 你有沒有遇到这一类的这种案件 这种案件其实很多 对啊 我是讲白 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案件就是 之前沸沸扬扬 有一个那个房地产老师叫王派宏 跟贵妇奶奶那个版本是一样的 所以我看到的是有人 就是被害人 说那是他结婚的聘金 妈妈的棺材本 小孩的注册费 那时候都是想说 好这听这个老师的话 他们还利息蛮高的 他说一年可以大概15%到20% 对啊 就存给他 对 然后弄完之后 他只能可以卷款就跑掉 当初那个王派宏跟他们讲那个方法 都是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呢 老师叫你们投资黄金 但殊不知他投资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去黄金价格比较低的地方 然后走私到黄金价格比较高的地方 买低卖贵赚价差 就这么简单而已 对 当然因为其实黄金的买卖 本来照理讲 他们这样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们就是小组小部组分批分批 那时候帮他处理完之后 就是你会发现 其实台湾的婆婆妈妈蔡兰祖 购买的实力极度坚强 有些妈妈一口气就丢了一两千万进去 买什么 他们就是相信那个老师说投资黄金项目 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项目 OK 就只是相信这老师 就把一两千万交给他 对没说话 然后陆陆续续 但是这种乍漆的模式很单纯 前面会让你小笔小笔的有赚到一点钱 你就觉得可以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all in 对就大笔的钱丢进去信任他了 对没错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 通常all in的时候只会有两种结局 要么全拿 要么全被拿 就这么简单 不是睡逃租饮员 就是睡大安森林公园 就这么简单 那通常大部分连公园都没得睡 对 99% 因为公园管理处还会赶你走 对对 当然你也不可能睡豪宅 对 你连豪宅都进不去 对 然后这时候就会哭天喊地 然后开始在那边讲说律师他怎么这么坏啊 老师当初都没骗我们 为什么 这让我们不禁又想到一个睿智前辈的话 他有跟我们讲过 没有好男人 只有还没有变坏的男人 没有真正的好人 只有还没有变坏的人 那时候听完也是三观尽毁 后来想想确实有道理 尤其跟钱有关系的时候 大家赚钱的时候都是好人 赔钱的时候都会变坏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心里想什么 反正赔你没关系 但是不能赔我嘛 对不对 赚钱的时候呢 你要赚我也要赚嘛 如果我没赚到 你有赚到的话 这就是不公平嘛 所以他们也会不高兴 所以跟钱有关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坏人 那没有钱的时候 就会体会古人所说 一穷二百的真理 我人穷了 我心地就洁白了 所以要怎么样让一个人改过千山 让他很穷 其实就做到了 很简单 我这件后来案件当事人 要怎么解决这种事情 先跟大家讲 一旦你被炸欺 被骗这种钱之后 你拿回钱的几率 几乎是零 这时候谈和解的时候 你可以拿回了层数 各位听完一定会崩溃 大概不到一层 大概不到一层 不过每次我办到这种西津案 都有两个感受 第一个 那个西津的人 他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但是就是这样的话术 先给你拿到小利 你就把钱投进来 他就卷个几十亿走 而且就在国外逍遥 然后那些都是大家的血汗钱 然后我们都觉得说 哇 而且可能时间很短 两年三年而已 就一个舌口 一个循环 都觉得说 哇 我们当律师当了一辈子 都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几十亿 就吓死人的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律师 要付律师费都付得很少 很谨慎 但是付给这个 就上千万就给他下去了 哇 我都是 我是觉得有时候 我们就分享一下 为什么大家对律师费 给的这么吝啬 因为第一个 他们已经被骗过一轮 他们没有钱了 对 第二个 律师都是跟他讲 你这样不会被骗 你这样子省钱 你这样怎样 我们给的他是绝望 但那些老师 他们给的是什么 这个可以赚钱 这个会爆赚 你会爆发 他会翻身 他给他是希望 对 人需要购买的是希望 对 然后大家会想要远离绝望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律师这时候 应该反其道而行 你不能太诚实是不是 有些时候只能说 必须要向这些老师取经 对 这样子我们的价值才会提升 是 但是还是得好好跟当事人讲 他的胜败的危险程度 不然到这后换律师 也变成诈骗集团 要逃往海外去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生态圈 就是这些人被诈骗集团骗 然后诈骗集团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帮他辩护 他的钱又给我们 然后他就是一个 一个人性的生态圈 我们只要确保自己 站在掠食者的顶点就好了 对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咬到了 其实 对 因为那大便都跑到国外去 他也不一定要请律师 人就跑了 只剩下台湾这些被害人 或者是你讲的这种 这些大老师下面的助理 这些反而变被告了 然后他们那些哭哭题 因为我之前有印象很深 可是有几个妈妈是 就是哭着求 律师怎么办 我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棺材本 什么鬼有的没有的 还有一个甚至讲说 律师对不起 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 我要跳楼 我只能冷静的跟他讲 不要在我这里跳 会影响我的房东 要跳麻烦去隔壁跳 我只能这样跟他讲 天哪 对 对 好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来发现二儿子 罢了他的钱 罢了太凶了 然后叫大儿子回头去告他 一起延统起来 去告他二儿子 整个告不动 后来到爸爸都死掉了 儿子还继续打 变成孙子上去的时候 再继续打 孙子进法庭的时候 只讲一句话 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在干嘛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来跟大家分享 这些跟钱有关的纠纷 其实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也很常看见 而且钱也很大 那就是遗产的纠纷 很多家人 因为继承的关系 可能可以分到一些 比较有价值的财产 因为都累积了好几代 或累积了一整个人生的这些财富 其实我就在要分配的时候 因为家人的分配不均 又或者分配的内容 让大家感觉到不开心不舒服 反而是因为这些钱 反而产生了很大的纷争 让整个家庭分崩离析 这个其实每次我们当律师 在处理到这种案件 都不胜唏嘘 像之前最著名的 其实就是张荣发 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家 也是因为一个继承 没有弄好 那么有钱 那么成功的人 结果后面就产生了非常多 家族的这样子的分裂跟纷争 难看的事情 就在大家眼前这样一直摊开 就跟八点党一样 黄厉黄大律师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有就是台湾很多老人家 他们可能工作辛苦一辈子 那就是所有的积蓄 都拿去买一间房 就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那可能户头里存款也不多 都靠领一些老人年金或过活之类的 对那我遇到过一个状况 就是说这个老人家 他的儿子已经过世了 那只剩这个孙子 他有儿子跟女儿 儿子过世 剩这个孙子 还有女儿这样子 他的孙子其实是长大以后才收养回来的 就是儿子在外面生的 长大后收养回来 跟这个老人家其实没有太 从小没有一起相处长大 老人家九十几岁年事已高 那这个孙子 他有一天就跟老人家说 爷爷我们去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权状 你的土地权状旧了 要换成新的 他跟老人家这样讲 那跟大家讲 其实权状没有旧跟新这件事情 权状就是一直有效 但是这个孙子就跟爷爷讲说 爷爷权状旧了要换新 那你要跟我到户镇事务所 去申请这个硬件证明 那爷爷他不懂法律 孙子这样跟他讲 他就到户镇事务所 而且是亲人告诉他 他当然都是没问题 然后就到户镇事务所 取得硬件证明后 后来孙子就拿着这个硬件证明 偷偷的去把老人家的房地 办理了过户 过到自己身上来 老人家完全都不知道 那是有一天老人家在家里 说发现那个税单寄到家里 怎么会不是自己的名字 他吓到了 因为都要缴土地税房屋税 每年都这样子 突然有一天发现说 这税单怎么会是我孙子的名字 他吓到 然后那时候他跟女儿一家住在一起 他就请女儿带他到裹税局 去调这个土地的申请 土地申明的文件 一看就发现 所有权人为什么到孙子手上了 他整个就吓到 因为他那个房子是他仅有的财产 他跟老婆族在仅有的财产 然后来 这个爷爷就提告他的孙子 那这个孙子上法庭的时候 他的说辞就一直在改变 他一开始说的时候是说 跟爷爷之间有一个买卖的关系 那第一一开始的时候 检察官没有调查的很清楚 他认为说 他只是确认说 爷爷你是不是亲自去办 这个申请意见证明的 是 他就认为说 那这样子这个买卖应该是没有问题 他就不起诉了 那我们家属不服气 我们就说 你至少要调查一下 爷爷的账户有没有钱进来吧 因为我们把爷爷账户调出来 老人年轻 然后什么端午奖金 就是没有所谓的买卖款 没有卖这个房子的钱 没有卖这个房子 就绝对不是买卖 那好 我们就去申请在意 就成功了 检察官就再次开庭 然后孙子发现没有买卖款 他申不出来 就是一翻两正眼 他就改口 他说这个是爷爷要赠予我的 要赠予我的 那因为他年事已高 要赠予我这样子 那但是他就是说 是因为当时 这个地震局的人跟他讲 如果用买卖的话 税会比较少一点 以赠予税 可以避开赠予税 那好 他既然承认这一段 那代表他还是有部分的犯罪行为 对 就是说原本应该要用赠予的方式 用买卖的方式 所以检察官就把这件案子起诉了 结果到法庭上 他突然又改口 他说这个 虽然爷爷没有会买卖家金给我 可是我承诺要抚养爷爷跟奶奶 所以这也是一种买卖对价 用抚养费来抵就对了 这也是一种买卖的对价 他的说辞就是一直在改变 但是后来发现说 私底下 这个男生取得这个房子以后 就跑去跟爷爷的女儿说 你们也是爷爷的直系邪亲 你们也要付抚养费 对 然后他们才吓到说 你不是在那边说 你跟爷爷的对价关系 是抚养费吗 怎么这个时候又跑来 跟我们要抚养费 就发现说 那你的事实根本也不是你讲的这样 那后来奶奶一过世以后 这个孙子马上把奶奶的存款 全部都领走 那他怎么能够领得到奶奶存款 他那个时候就是有办法取得 他们的这个存折提款卡 对 他把他领走以后 奶奶的这个后世的钱 也变成是原本的女人要负担 后来刚刚我们说爷爷 他房子被这个过户了 结果他不小心就是在家摔倒 躺在床上卧床 这个孙子都没有出现 他当时承诺说 要抚养这个奶奶的 对有可能是要抚养 他完全没有出现 那变成说都是爷爷的医药费 或什么的 都是这个女儿在抚养这样子的 那甚至说到了爷爷后来 也走了以后 这个官司还没有结束 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结束 那这个房子原本有可能是 这些人的就是爷爷的遗产 对那结果说因为他在爷爷生前 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动作 变成说这些继承人不但要负担 爷爷奶奶的医药费 生活费 他现在连打官司的钱 都还要由他们自己负担 对还需要跟这个人这样要回来 对而且我就最遗憾 他应该爷爷有点是含恨而终 对就是这个事情 这个财产明明是他的 他可以好好的分配给他的子女 结果被盗过户了 那盗过户以后 变成他想办法追回来 结果也还没追回来 他就过世了 对然后你有讲到 包括连他自己的太太就是奶奶 连他的存款都被盗领 哇那这个孙子真的是蛮恶劣的 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在台湾 我认为是很常发生的 不管是在死前去盗领这个存款 很多非常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来 其实是很常见的状况 所以这个也是亲情中的一个很大遗憾 就如果这个爷爷没有这个钱 没这个房子可能还不会发生这种事 那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累积的财富 然后可以分配 反而让自己的孙子来加害于他 变成是这样 主带律师 分享一下台湾我们讲说最美的风景是人 但是最恶劣的风景也是人 有钱官司缠身 没钱天下太平 想办法要让人心向善还是觉得最好的方法 大家都没有钱 其实就是会一心向善 因为你也变不出什么花样办法 那益泉你有遇到这种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有这个之前就是含恨恶重 那个爸爸到后来是已经在病床上的时候 就是本来是相信二儿子 后来发现二儿子拚他的钱拚太凶了 然后叫大儿子回头去告他 一起连同起来去告他二儿子 但是二儿子这时候就不好意思 之前爸爸有签信托给我 把财产信托给他 对对 整个都告不动后来到爸爸都死掉了 儿子还继续打 后来从中间他们中间他们 子辈的又死了几个兄弟姐妹 变成孙子上去的时候 再继续打 孙子进法庭的时候 只讲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在干嘛 打到后来连法官都不知道 你们这个有什么好真的 因为这经过历年的诉讼之后 没什么钱了 为什么他们通常不会留下是不动产吗 不动产那个地方该花的都花完 然后就我所知其中可能儿子 已经偷偷的处分还干嘛 因为信托的关系他有处分权 他其实就已经移转完了 已经移转完了 对没错 所以那时候就会变成一件事情 打完之后你说有清白要得以招雪 我觉得也没有 遗憾会弥平吗 不会 花掉了钱会再转回来吗 也不会 那打完之后最后呢 我是觉得这就是现在如同疫情一样嘛 对不对 就是让老人自然死亡之后 年轻人忘记了上代的仇恨 重新回归无知的幸福 那我想司法的功用 就在这里扮演一个缓冲的角色 用时间来冲淡一切 用时间来冲淡一切 最好让无知盖过一切 那不知道就是幸福的 我想我们人追求的不就这样而已吗 嗯 你知道我们在打这个官司 特别遗产官司 我反而感受到是 因为早期大部分人留下都是不动产 那不动产是越来越值钱 所以反而是越告那个不动产越有价值 所以我手上有那种案件是打到第三代 那打到第三代啊 讲难听一点就是 不动产越值钱嘛 但大家还是分不到啊 可是大家就一直在争那块肉嘛 然后在这个争的过程当中 也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 从原本这个可能原本在阿公奈辈 委托两个律师事务所打 后来到儿子这边就变了好多个小孩嘛 就有三四个律师事务 再到孙子这边就几十个小孩嘛 就四五个律师事务所以上 所以反而靠这个律师事务所 再靠这些遗产案件 还反而有很多收入 那你说这些钱从哪里来 还是从那个不动产 自己增值的遗产的价值来的 所以整个一弄下去 一整个家族的整个亲情关系也不好 然后金钱关系也不好 整个就全部就是一个一团糟的状况 那虽然可能是很有钱的家族 可是就内部就是奔崩离析的状况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室内设计很多涉及到美感 漂不漂亮感受问题 室内设计再怎么会设计 我就是不喜欢这种风格 你弄出来最后结果就不爱 那就怎么办 大家就是法院间 所以就也是一个 一般民众很容易 因为这样上法院的一个纠纷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常常说 在法院里面 可能是跟钱有关的纠纷 可能跟感情有关 但是还有一种也常常走进法院 跟钱有关的 我们最常几乎现在台湾人 每天都会碰到叫做诈骗 我必须要老实说 你一天会碰到多少诈骗 各式各样可能来自于电话诈骗 可能来自于网路诈骗 你可能滑滑脸书上面就有 一页式的诈骗广告 你可能用你的这个line 社群软体去通话 你会发现有一些假账号在跟你诈骗 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诈骗 都在你我们生活的周章 所以在法院里面也处理非常多这样子的纠纷 那我们也是觉得说 或许这个时代不太一样 以前大家都要面对面 但现在都是透过这些虚拟的 不管是人或是店 商店 这些全部都不是实体的 所以很容易有这些虚拟的诈骗进来 然后骗走了你的钱财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黄黎你这边有遇到什么诈骗吗 就是说我有时候会接到民众咨询 其实消费争议里面很多是关于室内设计 跟室内装潢的 很多人他可能一辈子存了一笔钱 买了一个房子 他希望里面是漂亮的 他一辈子期待的那个样子的房子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梦 就是买一个属于我们的房子 然后里面装潢的漂漂亮亮的 所以大家很愿意把钱砸在装潢上 那现在因为装潢设计公司 网路上很多的资讯 大家可能就会自己爬文 去找这个网路公司 这个网路的设计公司 那你有时候可能也不太知道 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那你就电话打过去 跟他约好时间来装潢 结果很常遇到的情形就是说 装潢到一半他人突然不见了 很常遇到这种情形就是 东西都做到一半 快好了就还好 快好了就还没好 但快好了 快好了 那甚至说什么天花板都还是裸露的 你就突然一直联络不到他 来帮你把他做完 对然后这个时候顺着他留的公司地址 上网一看发现 既然是一个空壳公司 然后甚至上网去搜寻发现 他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设计的纠纷 负面新闻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职业的 这一个他不用你的尾款 他就是前面的设计费 装潢费拿走就好了 这样子的例子 那我今天原本是想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常见的就是室内装潢的纠纷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案子很有趣 就是一般常见就是居家纠纷 我买一个房子你帮我装潢 那个金额其实不会到太大 大概几十几百 最多你一个透天别墅可能几百就了结了 但是其实在我们很常去逛街的信义区 有一个高达设计费高达设计加工程高达八千万的案例 他几乎可以买豪宅了 结果只是装潢而已 竟然只是装潢 这个案子真的很有趣 就是大家走到信义区的时候会发现 除了101以外 有一栋高达48层楼的百货公司 他下面是百货 上面也是这个很多的办公室 对他高达48层楼 台湾的这个台湾升职支付 升职的那个台湾升职支付 他们在这个48层楼租下了一层楼 号称是这个全台湾最大的这个妇产科升职中心 他要打造一下贵妇级的诊所 跟这个升职中心 升职中心其实就是你可能一些不孕症 去做一些取卵的动作 人工受孕这些 那当时他们要盛大开幕 要打造这一家豪华级贵妇的 升职中心的时候 他们找来了一个设计公司 是帮同一栋楼的会计师事务所设计的 那个设计师事务所7000平 是他们设计的 那可能是口碑的关系 他们就找了这家设计公司 结果后来却爆发了这个装潢纠纷 对这个升职中心告这个室内设计公司700多万 认为说他认为这个室内设计公司 他有一个延迟的状况 就是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工程延误的状况 导致我就是没有办法如期的营业 对我半年的时间我的收入都没有 那我的水电我的支出我的管理费 租金都还有照付啊 对他说加起来700多万 他说扣一扣扣掉给你的这个尾款 我还有700多万我要跟你要 那设计公司非常生气 他说我的尾款你欠我快3000万的尾款 对因为他们当时是签顾问 顾问承揽全部都一起签设计 所以高达8000万嘛 他说你还有3000多块尾款没给我 就算了你还告我 对然后双方就对簿公帑这样子 对那设计公司那个时候就有说 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个室内设计 为什么会延宕了半年没有办法过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说生殖中心 他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麻醉的情形 对那主管机关就考量到说 你这个楼层这么高 因为这一栋楼是48层楼 号称就是超高建筑 那你会不会在麻醉的时候孕妇的逃生危险 对他认为说你这么高楼 那你又是诊所的类别 那如果发生什么我们最常见地震 火灾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脱逃 这个是银建署他们合发证照 很需要的关注的一个重点 对后来拖了好久 就拖了快四个月 后来还是这个升职中心 他去签切结书说 他保证不会有接生的行为 所以不会有孕妇在里面 有生产的状况 那他也保证说不会有让人 会到那种无避难能力的状况 他签了切结书以后 他才允许他还施工 所以日内设计他认为说 这是你们那边的问题 生殖中心的问题 对不是我们这边的疏失 那生殖中心的人会认为说 第一个你状况有瑕疵 那第二个他认为说你在送件上 还是有其他的部分 有规划不周的状况 比如说如果你当时就知道这件事情 你就应该提醒我 而不是先放他申请不过 被驳回你才跟我讲 对啊双方就有争执 那法院的判决 他现在是一审判决出来了 法院认为说确实设计公司 是有一些规划不周的瑕疵 对可是这个从顾问费里面做扣除 那违约金的部分也没有到很高 但是他认为反而是说 这个生殖中心你要付人家尾款没错 但是你的那个水电费 管理费租金 是你本来签约就要承受的费用 你不能转嫁说事后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人要赔偿 对所以这个案件下来 看起来目前是这个室内设计公司 是胜利的 胜比较多 是胜比较多的 对那我当时看了这个案子 我就哇好有趣 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在没有想到 这么华丽的装潢之下 背后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存在 但说真的 我也协助很多室内装修的这种案件 尾款就是10% 你只要业主觉得室内设计公司做的不好 不如他的期待 或是服务的不好 很多业主那10%就不愿意给 对 那说实在的室内设计 他的利润就是在最后那10% 前面90%其实都是在做白工 就是做完就是合乎成本 所以很多室内设计公司他会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我真的很尽心尽力 所以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利润 我就选择来告这个业主 但是有的室内设计公司就觉得 算了遇到这种就是很麻烦的业主 我顶多就不赚钱 至少我拿了90%他就算了 所以很常会遇到这个尾款10%的纠纷 那当然现在就有一个叫消保会 住宅消保会 他就说你当时一签约 就把这些钱提存在住宅消保会 到最后如果发生纠纷 住宅消保会去现场履刊 确认谁的问题 如果今天是业主的问题 他就把这10%因为都在消保会手上 就拨给室内设计公司 但反过来是室内设计公司的问题 他这10%就不会拨给室内设计 就相对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不然说实在的在我们市场上面 的确就像你观察到的 室内设计很多涉及到美感 漂不漂亮 感受问题 室内设计再怎么会设计 我就是不喜欢这种风格 你弄出来最后结果就不爱 那就怎么办 大家就是法院见了 所以就也是一个 一般民众很容易 因为这样上法院的一个纠纷 一泉 你这边有遇到什么这一类的问题吗 生活上会发生 这种生活上发生 这种装潢美感的东西 其实有一个更大宗 黑素而且常常有人告 但是大家其实不太会遇到 就医美 对 医美也是一个 对 眼头开的不漂亮 拉皮拉的没有很紧致 雀斑点掉之后发现没有点得很清楚 雷射没有射好 这一堆这种案子很多 跟这种装潢一样 到最后很多人到最后都会想说 反正我按图失作 很多人跟他讲说我这个客制化 对 我要变林志玲 结果出来不是林志玲 我本来要求是范冰冰 结果你给我白冰冰 我当然不能接受啊 然后对方就可以跟他讲说 都是冰冰啊 对不对 我顶多让你扣5%嘛 对啊 刚才黄卫师讲的没有错 这种案件到最后一定都法院减 然后法院又不是专业 送鉴定 然后鉴定的费用 图木机是工会等等之类的费用 又比我们 还会比我们律师费还高 对啊 然后鉴定完之后 通常工会就会跟他讲说 这图是没有什么问题 剩下那个东西法院判断 又把球丢了去给法院 然后这时候如果法官 更替了两个法官之后 法官到最后想说 好啦 反正没有关系啦 我就看看捐证之后 我爱判给谁 我就准备 新政往哪边歪 我就判给谁 然后这个东西弄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原本洋宅打到阴宅了嘛 对 真的 时间一拖久之后就变成这样 而且那个房子就烂掉在那边 装潢到一半就烂掉在那边 因为你为了要等鉴定 你也不能够去装修啊 你也不能住啊 大家都不敢动 然后这后呢 洋宅到阴宅我觉得还好 有些时候是烂尾屋 然后到最后我不要了 然后我跟这后面的联动 本来人家是搬进去 要做商业用的 后面一切那些合作 全部都刷散 然后就一路联动完之后 然后呢 就成如刚刚你说的 他又促进了GDP 这一个生意没有谈成 就会促进其他的生意 我想这个资本主义的奥妙之处 就在于钱是会流动 所以说我们律师说 心态比较坏一点也乐见其成 反正你们能谈得成就谈得成 你们谈不成就打 打赢打输各安天命 打不赢打不输的时候呢 再回归本命嘛 对不对 谁的本钱比较厚 我有钱跟你玩就是我 撑脚的就有钱 我没有钱就自行退场 老天爷教你学会就是要放下 对不对 回归善良的本性 用贫穷的方法让你知道 就这样子而已 你手上还有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吗 装潢的吗 或者是其他的 跟生活上有关的这种 生活上有关 通常比较多的话 一般来说 这种买卖纠纷什么之类 我们常常遇到这种装潢 医美之后 比较多的情况 来讲的情况就是那种投资的 刚好前一阵子 连签NFT这种东西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坊间推崇什么NFT 虚拟币等等这些东西 在台湾都被玩烂了 九成大概都跟诈骗脱不了关系 一成也许是实业 但也未必是有办法获利的 我之前手上之前有一件 是就是那个有名的YT网红 那个叫草爷 好像是含羞草的样子 然后大家有人就打着网红的名号说 他有经营我们的事业 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我之前手上还有一件 就是王思佳 那时候也被人家盗用说 某集团 就是康林集团 他们说他们底下有个独立经销商 盗用了王思佳的照片 然后说他也有是我们的经销商 然后他一弄了又变成诈骗 但其实是不是诈骗 未必是 但就是因为用假的投资的名义 然后大家可能讲先募资嘛 做得成就是真的 投资失利就会变诈骗 有些时候跟大家分享 这种案件在台湾 如果你们有钱投资合约 如果有赚钱都没事 台湾就是这样 有钱都没事 没钱就出事 没有赚钱的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跟他讲 你前面跟我讲的多好听 后面什么都没有都是假的 所以你骗我 然后这时候台湾的检察官就会说 这民事纠纷 假性财产犯罪 我们不受理 不然就是跟他讲 这投资有赚有赔 本来就是你要承担的风险 除非他一开始全都是假的 不然只要一点点真的 你也拿他没皮条 然后你回归民事的地方 然后看看你们当初的合约怎么签 对不对 如果是借贷要还 加利息 如果是投资有赚有赔 你自己承担 承担委任什么之类的 按你们契约规定 看有分期的按分期 没分期的 法官到时候真的不行就看 我们工作事项对一下 不行就你们找个鉴定单位 那就比赛 看谁找了建议单位 能说服法官 台湾的法官的法院跟地检署 处理这种案件的模式 SOP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这时候就会出现 大家就会开始争相骂 法官跟警察官恐龙 因为法院判决一翻两顿眼 不是你就是我赢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大家都会希望怎样 你死我活是怎样 你死我活嘛 那都是希望怎样 赔钱要赔你的 赚钱要赚我的 这种对立的心态 在台湾的司法 是不会出现 什么商业人士很喜欢讲什么 双赢 对不对 然后什么共利 这种 有啦就除被谈成和解 才有可能让人家感觉 有点都赢的感觉 但其实是都输 小输 都小输 那种感觉 但是都不满意但能接受 那就是比如现在战争的情况一样 对不对 要不要停战 大家都不满意 但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 减比更惨 那我是觉得说法律人 不要去鼓吹当事人这种双赢 或是这种心态 因为我们会觉得 就没有赢嘛 对啊 你要睁眼说瞎话 这我们实在是有时候很难讲啦 我们要学习这些房间的老师 跟他讲说你买的不是这个产品 你买的是一个希望 OK 对不对 希望是无价的 对 这是希望要能成真啊 对 没有成真就变绝望了 没有 那你希望没有买到 就买绝望 绝望买到的是经验 经验也是无价的 是是是 我觉得就是只能转换这个话数嘛 不然其实我们有时候 也很难跟当事人讲 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苏律师提到一个点蛮好 就是我们过往 很多人会有做很多投资的行为 那有的甚至就是 可以写一个白纸黑字的投资合约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投资没有一定赚的 那投资是有赚有赔 那如果你觉得赔了 就来法院告说 当中他跟我讲的多美好 结果最后居然是赔钱 其实法院的脑袋的心态会觉得说 你赚钱的时候也不会分法院 为什么你赔钱就来法院告 法院要保证你赚钱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就是一开始我们要做这个投资 心中就要有底 是有可能赔的 今天除非对方跟你讲的 他的投资计划 要你投资他 他背后的投资计划 全部都是假的 例如说我们过往遇到说 我很会做黄金买卖 你钱给我帮你去抄黄金买卖 然后我分利润给你 实际上我收完你的钱 有没有去做黄金买卖 没有 我就把我把这些钱拿去花了 然后等到你有一天要拿利润 我就把从你的本金拿一点点利息给你 100块给我 我现在还给你10块钱 你以为你分到10块的利润 等你有一天要跟我要100块的本金的时候 我告诉你没有了 我跑路了 我跑走了 那这时候你来告他诈欺 是有可能成立 因为他自始至终 根本没有做所谓的黄金买卖 但如果他真的拿去做黄金买卖 只是他没有他讲的那么厉害 结果最后赔光了 很抱歉 法院也不会帮你 他告诉你 你这个本来投资就是有风险的 就是有赚有赔的 他也真的去做了 那做的结果不如期待 你也必须要接受 这个大概就是生活中容易遇到的这些金钱纠纷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你不理财的话 财不理你 可是在这些理财的过程 却常常涉及到很多的风险 那怎么去控制风险 这个就攸关于每个人的智慧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到 很多的财务的纠纷 涉及到可能跟感情有关 不管是亲情 爱情或是友情 又或者这些 跟财务有关的 可能涉及到投资 可能到涉及到很多的生活 或甚至涉及到很多长辈留下来的遗产等等 这些 那这些也都是要奉劝各位观众 要多去关注这些议题 因为很可能就在你身边 就会发生这些纠纷了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我们两位的大律师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经验的分享 首先我们谢谢我们的黄利黄大律师 谢谢大家 还有谢谢我们苏玉泉苏大律师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们每周六日晚上播出的节目 在我们晚上的八点钟 近天电视台 还有YouTube频道上面的 近天电视 Golden TV 看电视 学知识 律师的钟言 让你受用一声 我们下次见 拜拜